这么快 哈喽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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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进来的朋友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好 就是咱们有在群里 发照片吗 发我们的作品 有吗 还没有 我们可以发两天 我们最后一节课 来发 好 看看大家的这个作品 然后在发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 等一下 其他的朋友 等他们进来 我们刚进来的朋友 可以 我们刚进来的朋友呢 可以往群里 发一些我们的作品 看来我们班 这些朋友 还是很积极的 应该都差不多了吧 把我们的这个作品 发到这个群里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等一分钟 一到两分钟 再等一下 其他没有进来的人 我们就开始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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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已经进来了 一二三四六位朋友了 应该大部分都进来了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没进来 应该 然后我们不占用大家时间了 如果过程中 我们那个朋友进来之后 大家提醒一下我 因为我在讲的时候 看不到这个zoom里面 他要进来我得同意一下 好 那咱们这节课就开始吧 我们上节课呢 跟大家就是说了一些 讲那个黄油相机 对吧 然后这一节课呢 就是我们最后一节课了 最后一节课 最后一节课 然后给大家 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作品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大家还是很积极的啊 尤其我们这几个朋友 看发了很多这种照片 然后我们就从这开始吧 上面的应该都评价过了 对吧 来 咱们这位朋友看 他拍的是一个天眼啊 一个天眼 整体来说呢 我看大家都是比较喜欢 一些建筑和风景类的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第一个天眼 来我们看一下啊 整体构图来说呢 其实这位朋友还是比较喜欢 这个想保留这个天 这一片云 对吧 想保留这一片云 这是我们的天眼 是吧 是我们的天眼 整体来说呢 其实有这种立体感 但是不是特别明显啊 感觉看上去还是就是 平面的感觉 但是有一个比较好 好点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一片云 和我们的这个小土堆 这两个呢 就是相当于我们前景的 一个设定了啊 然后整体来说 还是有一点点这个3D感的 3D立体感的 然后包括它这个天空的颜色呀 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在不在啊 他有没有调色 有没有给这个图调色啊 你看 比如这个天 这种絮状的云 对吧 这是这边是片的 这边是絮状的云 特别好啊 给人的感觉就是 有一点点那种压抑的感觉啊 在这个一片云地下 有点压抑的感觉 嗯 不错啊 然后 有一个小建议 就是我们在下次拍的时候呢 这个 像有这种 这个好看的天 我们可以稍微保留 就是我们底下这一部分 这个草堆啊 可以少保留一点点就可以了 啊 然后还是突出我们的主体 我们的天 是吧 还有这个云 呃 再看第二张 这是我们这个 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特别积极啊 这位 我们看一下 再说一方 哎呀 我们这位朋友特别积极啊 给大家看一下 呃 这张呢 拍的是一个这个建筑物 对吧 应该是一个二层的一个楼 是吧 然后呢 嗯 整体来说 这个构图方面 拿捏的还是可以啊 来我们看一下 是吧 照片分成三部分 是吧 这个 这个部分呢 相当于是一个前景的设定 是吧 大家可以注意到 只要有这种前景的 嗯 一些小小的建筑物 对吧 整体来说我们照片 也整体来说 就有一种立体的感觉 啊 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细节的地方啊 还可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圆图啊 细节的地方应该是 应该是不是圆图吧 可以看到啊 有一 还好 圆 这样 整体来说还可以啊 就是 像素什么也特别好 就是只要一拉大了 你看 是吧 有些细节的地方表现得不是很好 好 这张这边 这个构图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 你看 这还有一个构图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大家在拍的时候啊 只要 留意我们生活当中 一些这个身边的这些景物啊 我们都会发现 你看 这上面是不是有一个 三角构图的这么一个 是吧 一个大略的这么一个三角构图 对吧 哎 整体来说就是属于 呃 一眼看过去 哎 属于这种 嗯 特别整齐 哎 条条框框的这样子的感觉 啊 好 嗯 我们再往后走 看 这一棚 还有 哎 拍了一张 这个是一个餐桌 是吗 一个餐桌的一个这个拍摄 你看 怎么这位朋友这个 呃 构图啊 整体来说 嗯 可以 这张也可以 你看啊 怎么来看一下 像这个 这个其实表现的就是一个这个 这个餐桌 是吧 它的一个这个 嗯 应该是什么做的 我看不清 应该是木头和这个 呃 这是什么呀 这是线条 线 做的这么一个凳子 是吧 上面是我们应该是手工编织的 这种灯罩 对吧 然后 我们来看这张图其实 嗯 还可以啊 还可以 然后 上面这部分相当于 也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我给大家讲的构图里面有个这个 呃 就是框形的这种的 对吧 门拱形的这种的 还好啊 有一点点那个意思 啊 再往后走 这个呢 这是什么呀 咱们这个朋友在吗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是木头桩子吗 还是一件艺术品呀 在吗 哦 不是 这就是 这就是那个 我是朱里 呃 杰森 杰森一方 他这个 呃 就是外边 嗯 这是一个restaurant的外边呢 呃 就是人的那个脸 那表情特别像 所以就拍了一个这个 哦 你要说这个像这个人脸吧 是有点细思极恐啊 还有点恐怖 我看一下啊 对 呃 不过这个想法是好的啊 我们哎 留意一下身边的东西是好的 但是我不知道您发现没这个 看旁边这一块有没有点曝光呀 这一片 对吧 应该是早上拍的吧 这个 还是下午拍的呀 应该是早上吧 你看这一片这个曝光 应该有点错曝 对这个就是 偏中午的时候 嗯 对 然后那会那个光呢 从这个位置打过来的啊 从这个位置打过来的 是吧 应该是从这个位置打过来 哎 对 然后 呃 一般啊 一般就是不建议大家就是正中午12点来拍 为什么呢 就是尤其中午11点到下午的 两点之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会的太阳呀 是直直的打下来的 一般呢 这个 呃 拍人像会特别丑 因为他那个光会特别爆啊 这是一点 所以以后大家注意一下 不过这张照片 我们主体部分没有走了这个光啊 整体来说可以啊 然后 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底下这个有点过曝了 然后下次可以处理一下啊 把这个 我们相机 然后中间不是有一个方格吗 旁边有个小太阳 我们这里可以往下拉一点啊 可以试一下 然后 我们再往后走啊 这是我们这张照片 看来特别积极啊 特别喜欢拍照 呃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小树堆 这个 这是另一个树堆 然后我看着 对 另一个树堆 正好我觉得这几条线 挺有意思 组合在一起 对 这张照片呢 你看啊 是由 咱们这位朋友拍出来是有点艺术气息啊 来看一下 这张照片其实整呃整体来说呢 还是后面有点爆啊 这块有点爆 然后呢 我建议啊 下次再拍这就是像这种景的时候啊 嗯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 我们再往我指的箭头这边走一走 把这一块的这个呢 可以展示一下 对吧 可以展示一下 这个构图应该就好看了啊 您可以试一下 就是有这个线条 哎 当就是再宽一点 有这么个位置 对 就是 对 这个是有这么大一个位置 然后转过来 让我们这个柱子呢 应该是在我们这个的这个 这个方向 对 然后从这个角度拍过去 哎 您可以试一下啊 哎 好 然后我们下一张 哎 这个是凳子是吧 这是我们的凳子 这个呢 我看一下啊 整体来说 其实这个 我希望您在拍的时候 我给大家调一下啊 给大家看一下 嗯 它这个不能微调吗 我保存到相册里面啊 这个可以调一个这个角度 应该是手机拿的 就是 好 打扰我一下 您说 您是开那个 您是开投屏了吗 为什么我看不到呢 呃 大家可以看 看不到 对 我也看不到 你们是在点着自己的那个群里看吗 嗯 iPhone上 iPhone上我可以看到 但是在电脑里面呢 好像没有看到你 哦 那我再再点一下 应该它这个掉了啊 它这个应该掉了 啊 现在可以了吗 哦 现在可以了 谢谢 嗯 现在可以 有什么问题 大家就及时说就可以了 啊 好 来 呃 应该是刚才 它这个网 它这个 它应该是自动给挂断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个 来 呃 我们看这张照片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 呃 椅子对吧 一排的椅子 我们来这里面调一下啊 你看啊 我们来看 编辑一下 是吧 我们调一个这个 略微的看一点 这个角度 我们调个正啊 来 大家看啊 这是原始的这个位置啊 我们可以把它 嗯 拍的时候 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拍 是吧 因为这个有点小啊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拍 我们看一下 是吧 拍的就是稍微正一点 是不是比那样 稍微 呃 那个照片斜的是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比那个好一点 对吧 你看 这张 这张 是吧 哪个效果比较好 您看一下 是吧 嗯 拍的时候 然后 嗯 可以再往 就是左边走一点点 可以再往左边走一点点啊 好 我们看这张 这张的构图就是比较这个 嗯 经典了啊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构图 很多人说 哎 那个构图在哪呢 来我们看一下啊 编辑看一下 都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吧 现在 可以 哎 可以就行 来我们看这个啊 这个是想体现是不是这个 这个特别好看 对吧 特别好看啊 然后呢 嗯 大家看啊 这就是我们前景的一个设定 对吧 前景设定 整体来看是不是就是 和后面这一部分 和后面的这一部分 形成了一种景深感 然后呢 包括这位朋友拍的这个留白 是吧 这块这个留白也不错啊 大家应该知道吧 这个留白的感觉 给人 给人的第一感觉 直面的感觉就是 呃 特别干净 对吧 这个照片特别干净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来 大家看啊 照片三分之一处 是吧 我们朋友把这个主体的 这一部分放在了 三分之一处啊 呃 再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三分之一处 嗯 可能我之前强调的 有点这个过了 听不见您说话了 听不见您说话了 嗯 大家现在可以听到吗 他又给断掉了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但是看不见您 那个画面了 呀 刚才我都听不到 你们说话 我再来一下啊 他这个应该今天 是这个软件 有点崩 应该是 我这边这个不稳定 现在可以吗 可以吧 可以听到我声音和画面吗 可以看到画面吧 嗯 可以 好 我们继续走啊 如果中间有什么 听不到的 大家及时说啊 我怕我在这儿讲 讲半天 就是大家听不到啊 看一看 哎 大家特别积极啊 现在群里都已经 发开照片了 来我们继续走啊 这张照片 整体来说也可以 这张调色了吗 您 调了吗 这稍稍调了一些 没怎么调 嗯 怎么看一下 可以 这张照片 你看这个整体来说 颜色可以啊 因为特别简单 是吧 大家注意一下 还是有一点 你看像这个主体部分 是吧 主体部分 你看这位朋友 卡的特别好啊 就在我们这个三分之一处 我画的是有点乱啊 嗯 看这位朋友 这个拿捏的也很好 你看 是吧 三分之一处 以下这个给人 其实潜意识里面呀 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 哎 你张照片 第一感觉 哇 就是特别有意境啊 第二张照片啊 很干净 对 然后我们再往后走 哎 这还底下还是我们朋友 这个拍的啊 这昨天拍的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 特别积极啊 咱们这位朋友 嗯 我再往后看 这张呢 其实 看我们这位朋友 应该是 嗯 出去玩去了吧 是吧 去爬山 去玩去了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来 大家来看 这个照片 这个朋友 其实拿捏的也很好 你看 前面有一些这个前景的设定 是不是整体照片 有点这个立体感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我建议啊 现在咱们找一个 这个不是特别枯萎的 这个这个植物啊 这个有一点点小枯萎啊 想找这种的也可以啊 然后呢 你看上面留白的这一部分 也可以啊 他应该是想拍这个山和这个云 对吧 看 嗯 整体来说也可以啊 来 再往后走 嗯 这张拍的是一个竖屏的啊 竖屏的 看 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在吗 还 数据话 在吗 在 在 来 看这位朋友运用了各种啊 你看这条 是不是 我有讲过这个吧 很明显 我是不是说过这个 有一个这个道路的这个曲线构图 对吧 也 它也相当于是一个前景的设定啊 我给大家画一下 这个这条路 对吧 下次呢 然后先说吧 先说这边好在哪啊 有一个这个路 是吧 这个路呢 就是第一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我们第一眼看过去 有一种联想的感觉 你这个路在往过是什么样子啊 对吧 潜意识行 第二个呢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前景的设定 让这个照片成体来说 有一个立体感啊 第三个呢 看我们的留白的位置 也可以啊 下次呢 我建议就是我们 可以站在就是这个位置 我画的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 这个应该是这边的这个路 应该有延长啊 就是我尽希望 希望这个路是这样子的 给大家画一下啊 就是 他比如这个路 是从这里出来 我画的不是特别好啊 你看比如这个路是这样子的 然后延续到后面 是吧 延续到后面去 整体来说就比较好看了 我让您可以试一下啊 呃 这张图 嗯 整体来说 我看啊 颜色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颜色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 对 这张图我想拍一个 就是说 利用前景 还有背后拍一个挺广 挺广阔的那种 呃 你有视野感的 但是拍出效果不行 嗯 我也感觉到 呃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相册吗 我给大家找一张 用广角拍出来的视频啊 呃 你用的什么手机呢 我用的是苹果 呃 手机 八 八 八 啊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吗 来 广角啊 如果是 应该是 iPhone X iPhone X 然后往上应该都给大家看 看能明 这个是普通相机啊 如果想拍这种景的话 特别广 看见了吗 我就在这个位置 给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位置有个EX 对吧 我们来看 上面呢 可以调这个远 底下呢 0.5 它就是广角 可以看到吧 整体来说是不是就 来我还原 还原是这样子 我点开广角 是这样子 哎 您可以试一下 看看找一下这个功能 啊 找一下这个功能 就是广角的一个拍摄 我知道你想要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一下感觉就是 嗯 特别 感 就是这个整体的这个景呀 还有这个天 还有后面的山 是吧 特别广阔的感觉 您可以试一下啊 嗯 想法也很好 完了怎么可以试一下 这个呢 我看啊 啊 骑车去了 是吧 这个 这张照片也是啊 也是和和 这张照片是一个道理啊 也是刚才强调的一点 然后这个呢 应该是 嗯 你看啊 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拍的人脸就有点这个不清楚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逆光拍摄的啊 逆光拍摄的 你看太阳在这个 在这个位置 就是太阳吧 对吧 然后我们从这个方向拍过去 是吧 这个光打不了人的 打不到人的脸上 对吧 打不到这个人的脸上 对 这张我当时拍的时候 没想拍 就是说 这这人我不认识 我就没想拍人 主要是想 在这个景里头 就是添一个人 就有点人气 啊 懂了懂了 挺好挺好 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还可以啊 谁还可以 我以为你想拍这个人呢 然后这样的话啊 是 如果有人出现的话 是有点这种生动感 对吧 让照片有点这种生动感 你看这位朋友拿捏的就很好啊 特别听话啊 你看他有前景的设定 对吧 然后一些道路呀 这个道路 这个线条不是特别清晰啊 不过还可以 你看是吧 线条不是特别清晰 整体来说也挺也很棒啊 然后我们再往后看 嗯 哎 这个就有那种感觉了 只不过是这个道路 应该是天然形成的吧 人走出来 不是那种专门修的路吧 你看 这个路就有感觉了啊 如果这个路是有线条的话 你看 我们这样蜿蜒 蜿蜒蜒蜒到后面去 对吧 蜿蜒到后面去 然后哎 这儿如果出现一个人呀 或者是有一个景呀 对吧 也特别好啊 就有那种特别立体的感觉 那包括后面这个蓝天呀 对吧 蓝天这 这一部分的留白 也特别好啊 也特别好 可是你 您说前面 是不是留的有点过大了 过多了 对 这个 我说的这个 您看啊 您看啊 就是如果从这儿拍 就是其实真合适 你知道吧 因为这一块是 因为它这个景不好看 你知道吧 咱把这一块遮挡住来看 你再感受一下 把这一块用手遮挡一下 我画的这个红色区域 咱们拿一根手指头挡住 是吧 是不是这个路 嗯 看一下就有感觉了 嗯 是 所以说我们 拍的时候 可以蹲下点呀 可以站高点 可以把手机举高点 我们去找角度就可以 像这种的呢 我们就可以稍微 手机仰一点点去拍 仰一点点去拍 站在这个 呃 画一下啊 画的不是特别好 画的比较抽象啊 比如我们人站在这个位置啊 对吧 我们拿一个手机 然后稍微仰一点点 啊 我们拿手机去拍 这个镜头稍微往上 这样仰一点点就可以啊 可以试一下 好 然后再往后走 这个 这张其实我跟你说啊 我 这张说实话 我不知道它的这个 呃 是从哪个角度 应该就是手这样 抬起来拍了一张吧 你看 大家看啊 这张呢 其实有点那种 嗯 怎么说呀 就田园风光的那种感觉 对吧 那种小感 那种感觉 或者是那种小城的感 你看啊 像它上面这个呢 也相当于是一个框架式的构图 对吧 相当于哎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感觉 虽然是这张照片我们看上去 哇 这个样子 你有没有感觉 你第一眼看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们其他朋友看啊 我们看这个第一眼照 看这个照片的时候 哎 我就感觉我是抬头在看 对吧 我抬头在看这个景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潜意识性的一种东西 啊 你看 包括上面这个相当于一个框架式的这个结构 对吧 感觉 哎 我就站在这个屋檐底下去往头 这个上面去 这个方向去看的 对吧 然后有一些这个灯 这个灯 不知道是什么颜色 应该晚上的话也会好看 然后他也有留白 对吧 有一部分留白 嗯 整体画面来说 你看咱们这位朋友画面是不是就特别干净 对吧 特别干净啊 你看包括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嗯 第一眼来说还是不错的啊 然后给他给您说一个 您的照片都可以啊 我就跟你提小建议了 好不好 不要借记啊 直接给你提小建议 哎 好 我们来看啊 这张照片我希望还是就是说 你拍的时候 我看啊 稍微 这么一点点 我们来看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就比较好一点 对吧 嗯 是 来看一下圆图啊 圆图是这个样子的 圆图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拍的时候呢 拍的稍微正一点点 哎 我们来看 是吧 嗯 就一种 安装的这种美啊 哎 对吧 我再把镜头 就很小的建议 就镜头 再往右偏一点点就好了 嗯 好 嗯 这是我们这位朋友的啊 整体来说都不错 就有一点点小建议 嗯 好 然后我们看这位朋友拍的这张照片啊 这是 嗯 这是在海边吧 这是港湾 是吗 平船的地方 嗯 我们来看啊 这张照片 嗯 整体来说 其实想表达的是什么 想表达的是这些船吗 这些船吗 咱们这位朋友在吗 在的 哎 这个 是去玩去了吗 对 就在海边 对 你看啊 他这个 这位朋友的构图 是吧 给大家讲过 大家就很 你看 是吧 这个其实照片可以再往这边一点点 哎 我画的方式 这个箭头这边一点点 然后呢 这个就可以当做 等一下啊 哎 这个就可以当做我们的一个前景 对吧 后面就有一种立体感 景深感 对吧 有一种景深感 哎 这张照片也是可以 我建议您呢 可以就是调调色 然后呢 让这个水啊 和这个天 它的颜色更突出一点 我觉得会比较好看 您可以玩了试一下啊 就是一点点小建议 好的 嗯 好 然后 我们再往下走啊 咱们这个班的朋友们特别积极啊 咱们所以 时间有限 咱们就加快点语速啊 呃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拍的 嗯 是爬山 也是爬山是吧 在山顶拍的一些这个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啊 对 先看这三张吧 这位朋友呢 这应该是去 我来 我们来看啊 他想记录一下 应该是想记录什么呢 这边是这个 是一些雾吗 还是云呀 这个 这一个白色的这个 这位朋友在吗 这个 哦 穿了这一步 这是就是几天前在圣地雅各 早上起来的时候 这是大概六点钟 嗯 就有点雾 嗯 然后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 就每隔几分钟 每隔几分钟 就拍了一些 嗯 挺好 后院拍下去 对 那您这个位置还挺好 这个位置 居住于这还挺好 大家看啊 他这个早上拍的 早上有什么好的呢 第一个就是早上 这个我们天边啊 我们天边的这个边 他这个颜色会分层 特别美啊 他这个是太阳出生的时候 你看 是吧 对这边呢 是一些泛黄泛白的 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再往上走呢 属于一个微黄的一个颜色 再往上呢 是蓝色的一个颜色 再往上呢 是我们云彩的颜色 对吧 有好几层 是一种渐变的 一个美啊 是个大家如果早晨 去运动呀 去爬山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找一个这种特别宽阔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是个自然景象啊 这一块是自然景象 就是我们早晨呢 天气可能比较凉一点 然后我们这些树林里面呀 是吧 它会有这个雾气的这个产生 是吧 和一种这个 和一种这个铺 这个河流的感觉一样 是吧 掀起缭绕的感觉一样 很好啊 这个抓拍的很好啊 这张呢 这张其实就是 大概十分钟 就几分钟以后 有一点点不同的角度 但是就是 就是看着太阳刚刚起来 刚刚起来 就每隔几分钟几分钟这样 太阳是在这个方向吗 是在后面 对 然后这个呢 完了您如果还可以往我 这个箭头这个方向 走一走的话 咱们把这个 这边是太阳出生的位置 对吧 然后把这一圈拍一下 它周围的这些景 会特别好看 您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尝 好 然后这个应该是 也是一个位置吧 然后是太阳 好 这样呢 有一点点小建议啊 还是就是说 你看 大家来看啊 这边这个景是没有问题的 是 留白的部分 对吧 然后前面有一些些前景的设定啊 然后 就是这里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黑啊 有点黑 这个应该是咱们光 不到位还是怎么样 还是咱们去调了啊 然后这是有点黑 可以再亮一点点 曝光再高一点点啊 可以去 咱们的那个调色软件里面 我们去调一下 整体来说是可以的啊 然后咱们这位朋友的 再往下走 这个是 还是刚才这位朋友的 对吧 咱们这位 对 这位朋友 对 然后我们这张呢 我们来看啊 这一张呀 其实 有一点点小建议 整体来说 这个颜色呢 是吧 这个颜色 海的颜色是可以的啊 然后 就是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发现啊 就是这个船的设定呢 当前景的设定 它有一点点的这个 感觉是杂乱的感觉 你有感觉吗 有点杂乱的感觉 对 这儿呢 我就希望您啊 在拍这种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是拿这个船的一个角 当做一个前景 或者是呢 我们不去用这个船 我们想表达这些人 是吧 他们划船也很好看呀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人 放在我们这个照片的三分之一的地方 您可以试一下效果 也会特别好看啊 对 就这个位置 您可以试一下 哎 好 然后 哎呀 这个是拍的美食 对吧 拍的美食 这是 这是什么呢 蛋挞 对 嗯 然后这张 这个就是您是用了这个 我看啊 后面有后 用了这个离得特别近 后面是不是背景会虚化 对吧 对 哎 看这部分就会虚化 这个呢 就是 嗯 整体这个颜色啊 就是很让人有食欲啊 很让人有食欲 就是您可以去那个黄油相机里面 找一个那个 嗯 好看点的滤镜 我们加进来 您看一下啊 您试一下 然后这张照片也是蛮不错的啊 就是 还是希望就是在拍的时候呢 嗯 我们这个 镜头可以 就是往上抬一点点 往上抬一点 把我们这个花 稍微 哎 做一个陪衬 是吧 您可以下次试一下啊 可以下次试一下 我们把这个花给展现一下 哎 当做一个陪衬 哎 好 然后 这个是 这个是 一个一个景吧 哎 这个也特别棒啊 这个特别棒 这个是用了人像吗 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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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像吧 有用人像 对 嗯 我是从哪看出来了 您看一下 就是 呃 因为咱们人像的话呢 它属于一种电子抠图 你看 嗯 这一部分 它抠的是不是 就是比较这个不清楚 对吧 嗯 你看 对吧 然后 嗯 像这种呢 也是蛮不错的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 嗯 就是这个 这个壶啊 我们这个 咖啡壶吧 应该是 我们可以再 就是让它框进来 然后这个脚不要 呃漏 就是漏掉了 嗯 我们可以框拳 然后整体的构图呢 就是我们这个盘子 哎 也可以完全的展示出来 然后这种效果是比较好的啊 也比较好的 嗯 你可以试一下啊 然后整体来说也是不错的 然后 再往后走 哎 这个就比较有这个意境了啊 你看 您放了一个这个 呃 小叉子 对吧 你看 一个小叉子 这个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这个 咱们拍这种 美食类的一个摆图的一个这个 呃 摆摆物件的这么一个这个 嗯 构图了 这给大家说一下啊 如果我们 就是想 呃 拍一些这个美食 或者下午茶 对吧 就是我们需要去精心的去 进行一个布置啊 怎么一个布置法呢 比如说我们的一张照片里面 对吧 我给大家画一下啊 这个位置是我们的咖啡 对吧 里面是一个咖啡 这儿呢 我们可以放一个这样子的壶 对吧 我画的不是特别好啊 一个壶 这儿呢 可以是我们的一个盘子 哎 你从上面去拍 你可以试一下啊 从上面去拍 然后加一个那个小清新的滤镜 嗯 就会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我感觉啊 会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呃 怎么这位朋友呢 这个也是啊 就是对这个生活的细节呢 是拿捏的比较好啊 你看 老师你说 你说什么样的滤镜 嗯 就是那个黄油相机里面 不是有很多滤镜吗 嗯 对吧 哎 我们找一个那个 呃 我有一个那个 我想一下 那个颜色 叫什么颜色 有一些美食类的 你可以找一下 像早餐呀 好的 对 小清新的颜色 您可以尝试一下 好的 好的 嗯 我们看这位朋友啊 呀 这位朋友的这个照片 这位朋友是 在吗 这位朋友 是阿猫呀 在吗 哎 看我们这位朋友的这个 照片 咱们上面上面的这个 上上一位朋友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是不是就把整体的都拍出来了 哎 这张照片 我看啊 怎么说 他运用了一点光影的效果 您看一下 给大家画一下啊 这个是早晨还是下午呀 这个是下午 下午对吧 你看 他这里有这么一个格挡物啊 他会衬托进来光 然后呢 这个光会零零碎碎的打在他的这个 这些景物上面 哎 对 然后呢 大家来看一下啊 整体来说 是不是感觉这个 嗯 就是比上一个图 这个构图 你看 是不是 这个呢 是展现这个细节 这个是展现一个整体 对吧 然后咱们这位朋友 哎 这位朋友 可以把这个 呃 茶具啊 可以摆到摆 摆到这个镜头里面 哎 我们镜头可以再远一点点 把你的这个框住就可以了 啊 你看咱们这位朋友 是不是有一种特别惬意的感觉 对吧 然后呢 就是 有一有一点点小建议啊 还是说 我看一下啊 有一点点小建议 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的颜色 我们可以去那个 专业的那个相机里 相机里面 我们去调一点点色 这样呢 这个主体的颜色就会更 嗯 更亮一点 您可以试一下 咱们这个 调亮的 调亮过的了 已经调亮过的了吗 是的 但是 已经前的 哦 这个样子 但是我看 你看 像有一些查局 还是有一些阴影啊 如果专业的人 你知道他会怎么去拍吗 他会往这个 呃 卡 编辑 可以从这个方向 他会用一个反光板 那么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 大家用不到 用个反光板 哎 用一个特别柔的光 打到这个光照不到的地方 然后就会特别美 不过这张照片也可以啊 也可以 相当不错 呃 上面也有一些 一点点留白的位置 这个也是用人像拍的吗 嗯 是 是吧 你看 用人像拍 有一点点缺点 就是他 你看 这是一个主台 是吧 应该是 还是放东西的一个台子 放东西的 对 他就会给你抠掉 你看 是吧 他就会给你模糊掉 对 不过整体来说 这张构图是可以的啊 看得特别舒服 再往后走 呃 这张呢 这张是一个下雨天吗 一个雨天 然后 来看一下啊 这张照片 嗯 也是不错的啊 也是不错的 可以看到他前面有这个 是吧 这边呢 是有前景的设定 然后这个小屋子呢 也是卡在这个三分之一的位置上 对吧 三分之一的位置上 然后我感觉啊 是有一点点偏 我们可以一起来调一下 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看 我不知道是镜头的问题啊 还是这个角度的问题 所以我来尝试一下啊 呃 您看一下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好呢 这样子 拍出来一点点这个 这是一个寺庙吗 还是什么呀 这个 这个的话是我之前拍的了 这个是在 icon子里面找到的 啊 好 你看 这样是不是感觉比较好一点 然后 是吧 这样子的感觉 就比刚才那个 那个感觉要好一点 啊 稍微正一点 如果是您以前拍的 我就说 以后您在拍的时候 就是 拍摄这个镜头呀 不要太歪 不要太歪 哎 是这个也是不错的啊 这个是一个细节的拍摄 这个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满屏啊 咱们构图里面的一个满屏 对吧 满屏 然后 呃 整体来说呢 其实还可以 但是有一点点小建议 我建议您呢 下次再拍这种的时候呀 可以从这个角度 我给您画一下 从这个角度去拍 然后呢 呃 就拍一朵画就可以啊 一朵画就可以 然后也是用叙事结合的办法 方法去拍 以后这个我红色 后面 后面有一张是 不过这个是在大拉 大 我就是去大马路旁边 随便找了一些素材拍的 啊 可以可以 呃 有一点小建议吧 你如果他画多一点还好 你看他就两度画 是不是有点单调 对吧 后面有 后面都有 你可以继续看 好 这张构图来说是吧 咱们这位朋友也是啊 咱们三分之一处 是吧 有这么一个 其实这个信箱 是吗 是信箱吧 嗯 我们家的 对 我们家信箱 呃 其实挺有感觉的啊 挺有感觉的 然后 放到三分之一处 是吧 你如果把这个放在中间的话 是不是会特别臭 对吧 所以说这个拿捏的挺好的 然后呢 呃 这边这个花 是吧 是各种花 呃 还是有一个小建议 一个小建议就是 我们就是在拍的时候 然后可以 点一下屏幕中间 是不是有一个黄色的 我给你画一下啊 我就手动画来了啊 一个黄色的一个框 对吧 有个小太阳 这您可以往下调一点点 这个曝光就不是那么爆了啊 一点点就可以 嗯 然后整体来说也比较好啊 这个色彩是比较丰富的啊 然后再往后走 这个是一棵超级大的树 是吧 一棵超级大的树 这个呢 也是在上午拍的吧 拍的也是光有点点过曝啊 有点过曝 嗯 然后呢 这个呢 我就希望 你看 咱们这位朋友特别特别怪啊 你看 是不是这条路的设定 是吧 你看 这条路的设定 然后这个就是看您想突出什么主体了啊 如果您想突出这棵树 我建议是站在哪呢 就是站在我画的这个位置上 哎 把这一部分的路留下 我画S的这个路留下 对 然后呢 就是底下呢 稍微少一点 底下就卡走了 对吧 人正在这个位置去拍 然后上面的这些空 就是留白 可以再多一点 这样呢 就会显得你这棵树更加好看 对 您可以试一下啊 然后再往后走 哎 这个是什么花呢 这什么花呀 我也不知道路边的 路边的野花是吗 来 我们看一下啊 这是路边的花 嗯 这张 因为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 可以拍个满屏啊 就是 嗯 你看 上半部分我们就不要了 如果这种感觉啊 因为上半部分 并不是特别好看啊 如果上半部分是天空呢 还可以 对吧 是一些空镜还可以 但是是这种 这种 草 对吧 绿 绿植 所以咱们就把它卡掉 然后可以从这个方向 是吧 去拍这个花的整体 哎 就特别好看啊 这是我们的满屏的一个效果 这个就是可以去找角度 呃 这个拍的是什么呢 是 是想突出是这个 也是路边的 也是路边的 是随手拍的 是吧 是的 哎 这张呢 其实我就 嗯 整体来说 因为这个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说 因为就是 我不知道主题是什么啊 你要是想表现这个草的话呢 呃 看像这个光就可以 你看 想表现出一种 那个生机勃勃的样子 对吧 我们就是 呃 可以说是把 就是后面 你看 这个就可以以后面为背景啊 后面就是相当于留白的一部分 然后 前面这一部分应该是 可以再移的近一点 然后呢 可以 就是去拍 这一部分 然后把它放在 我们的三分之一处 然后后面是我们的空镜 哎 这样就比较好 像这种呢 看的其他人有没有感觉 就是看上去就是比较 呃 看的比较乱 对吧 你整体感觉这个 长得比较乱啊 不是特别美观 所以说还是 想拍这种草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一点点就可以了啊 用一点点就可以了 再往后走 哎 这个特别好啊 这个小蝴蝶 是吧 拍了一张小蝴蝶 这个小蝴蝶 右边这也是个小蝴蝶吗 哎 不是吧 这个不是 那是个树叶 啊 树叶 来 这张小蝴蝶抓的特别好啊 刚好在展展这个翅膀 对吧 然后呢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这个蝴蝶是在我们的构图的正中间 对吧 如果说您拍的时候呢 再往这个我画的方向再走一点点 这样呢 我觉得这个蝴蝶在我们三分之一处 哎 比较好看 这个我给大家听 那边是马路 啊 那边是马路吗 是的 对 这个就需要大家去 找个角度啊 你得去看看你的镜头里面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也 确实不知道咱们当时是在什么环境下去拍的啊 那这个就真的是看不到 你看框子就比较小啊 你看 是不是 去找个这种的构图去拍这个小蝴蝶 对吧 去拍蝴蝶 我们来看一下 那因为他这不轻啊 你看你就是大概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构图 对吧 这样来看就是比较舒服的 然后比他就是放在中间这样 是比较舒服的啊 然后当然了 如果旁边是这个马路的话 您可以把这个主体 你看旁边是马路对吧 不好意思啊 有个电话过来了 呃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蝴蝶呢 我们可以往下走一走 是吧 上面留的部分多一点啊 可以试一下 抓拍的也是不错的啊 然后 哎 这张就有意思了 这张图就特别好看了啊 为什么呢 也是我们这位朋友拍的吧 哎 我们来看啊 这张图呢 您看啊 是这个 来 看这个 树叶 是吧 是实的 还有我们这个猫猫的 这个小猫猫的头 也是实的是吧 这个主体是实的 然后呢 和我们的后面 后面是用的人像拍的 应该是 后面是这个虚的啊 是虚的 然后想突出的 就是一种 这个 主体的一个细节的美 来我们看一下 是吧 这个猫是在 你家的猫是喜欢吃草吗 没有 在我们家后院等 啊 这张抓的也挺好啊 抓的特别好看啊 你看 是不是特别可爱 是吧 这个小猫特别可爱 然后 这个主体 是在我们照片的三分之一处 对吧 在我们的三分之一处 也是相当不错啊 这张照片抓的挺好啊 呃 其他人没有了吗 这样我们就都说完了 我来总结一下啊 就是 我们这几位朋友呢 拍的这个照片啊 我觉得是很好的 有很大的这个 你看 就像这些照片 我都不想说他们照片 我只想说 这是大家的作品 大家的作品啊 挺好 然后就是有一点看 比如这个就是 调一调这个 是吧 稍微微调一下就可以 然后大部分呢 都是微调 像一小部分的呢 像比如咱们这个 小姐姐拍的啊 这就是需要 就是下次来拍的时候 我们就是框全点就可以了啊 也是特别好的 还有就是我们这位朋友 这张图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啊 咱们这位朋友们 拍的最好 最好看的一张 因为有一点点光影的效果 我是写美术的 所以说这方面 对 对对对对 是不是一就是 一有这个光影的感觉 立马有一种气氛 就会上来 对吧 对咱们这位朋友们看 我就说嘛 你喜欢拍一些 这个花花草草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特别有闲情雅致的 这种的东西啊 对 这张也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上面 这位朋友们看 其实他这个挺好的 这张挺好的 就是这个 如果框进来的话 会更好啊 有一点点小瑕疵 不过可以 去弥补一下 然后 还有我们这位朋友 这些也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的 这位朋友也是啊 好 那现在呢 就是给大家 哎 这张是 这个朋友发的啊 这张也是 这张是另外一支 不过这张就是用人像 有点浑了 对 你看 这个朋友喜欢用这个光啊 你看 是不是这个光 给人的感觉 是不是有一种那个 光晕的感觉 对吧 光晕的感觉 是吧 其实 这个其他朋友 也可以听一听啊 这个光的运用呀 只要一放上去 它立马会有 另外一种感觉 就是什么感觉 艺术的气息啊 艺术的气息 你看 再夸一下这张照片啊 你看 是不是艺术的气息 对吧 它不单单就是说 哎 这就是一个家里面 摆这么多东西 你要往细的来看啊 它这个里面的颜色很丰富 对吧 然后包括光影 啊 然后 这个小猫呢 就是 不过也还好 这种照片 它就是 有点糊的也还好 为什么呢 就是 你看啊 像这种光影 因为你首先 你的猫在睡懒觉 对吧 在睡懒觉 然后呢 稍微有一点光晕的感觉 是吧 就有一种特别惬意的感觉 就是睡觉 营造一种睡觉的感觉啊 也不错 然后 呃 这节课呢 就是分析了一下 大家的这个作品啊 呃 就是有一些小建议 大家完了 就是 可以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啊 然后呢 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在日常拍摄的时候呀 我们不需要去专门说 哎 我就要去哪个地方去拍 呃 不过想去哪个 有目的地 想去玩的话 也可以啊 也可以去拍 但是平时呢 我们可以发现 你看 像这些马路边 对吧 我们的这些呃 家里面 对吧 还有这个桌子上面 还有我们这位朋友 你看 是吧 自己的这个桌子上面 还有去呃 海上玩 还有咱们这位朋友 在这个山上 对吧 然后这位朋友 拍的一些这个生活的小细节 还有山上的小细节 大家会发现 没有 其实有时候 一些照片 不是我们去 呃 找他 就是他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只需要拿手机 是吧 有喜欢相机的 也可以拿相机 然后 把你的相机 或者手机 放在你喜欢的这个 画面上面 我们去找构图 对吧 我们去找找这个构图 然后找找我们喜欢的这个 呃 他的这个比例 对吧 比例 然后找一些这些构图 然后放进去 我们的这张照片 就已经很好了 稍后呢 我们加一些这个好看的 如果有想还原 这个想还原的啊 我们就不用去加了 如果我们说是 想要做一些可爱的风格呀 或者是想做一些这个 比如小女孩 去吧 喜欢可爱的风格 我们可以加点滤镜呀 可以调调色呀 对吧 都可以啊 就是想给大家说的 就是这些 大家都很棒啊 就是可以看出来 比之前发的那些 就是我们的这些作品 整体来说呢 大家都很棒啊 然后一些光的运用呀 或者是一些构图 大家已经潜意识的 在去运 去用了啊 然后希望呢 在我们这些课的结束之后 大家也可以发一些作品 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 然后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在里面问啊 然后大家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有吗 大家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老师点评 嗯 没有了是吧 那就希望大家有更好的作品啊 就是在空闲的时候 还有就是有其他作品 然后呢 我现在想问一下 有没有人想拍那个 星空的照片呀 大家可以看 这是我们另一个班的 这个朋友 用手机拍的星空 可以看到吗 这是他拍的一个星空 对 然后 星空 我可以给大家发一份这个链 我做给大家做的一个这个 找的一个这个教程 你看 这边是一些短短的银河 对吧 银河 这个是用手机拍的吗 对呀 这是我们这位朋友用的这个华为P30 嗯 用华为拍的 苹果应该是不行 苹果里面没有这个 没有专业的这个模式啊 但是咱们华为里面有 然后所以说华为的朋友呢 可以 呃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给大家发一个教程啊 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的前提就是我们 手机不可以动 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 然后呢 就是要找一个特别黑的一个环境下 我们去进行一个拍摄 特别简单啊 可以给大家发一份教程在我们的群里面 好不好 嗯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没有的话 就是稍后如果大家有什么作品啊 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在这个群里面问就可以了啊 也可以给大家分享 呃 到现在呢 我们这六节课就已经结束了啊 大家稍后还有什么想问的 我们就是私聊也可以 在群里也可以 好不好 哈喽 你们可以在吗 哎 好 没有问题 谢谢老师 哎 不客气 老师我们这个摄影课的回播 我们只收到第一节和第四节课 其他的可不可以也放出来呢 嗯 还短打几节课的您可以说一下吗 二 三 第二节课 第三节课 对 嗯 还有哪节课需要要您说一下 我让这边给您要一下 就是第二节课 第三节课 嗯 就二三节课 还有第五节课 嗯 嗯 我要一下这个链接给大家发了群里面 好不好 好的 好 谢谢 哎 好 大家都很棒啊 早点休息 咱们以后 好 谢谢 拜拜 OK 拜拜 嗯